王菊为什么能爆红逆袭?和肤白冒媒体瘦的女团成员反差不一样? 当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演员突然爆红,不是因为她有多么优秀,而是实在是观众和粉丝对于同样风格的明星审美疲劳了,比如王菊的爆红就是明正,近日某综艺节目的选手王菊因为在节目中的表现引发无数网友为其打口。 王菊与传统印象中肤白冒媒体瘦的女团成员形成强烈犯差,所以才能从全网黑的处境中逆袭。 如果你还没有成为一个菊外人,那么你已经彻底沦落为网络热门话题的菊外人。 网络上未绝外人的定义是,不知道女团偶像选秀节目《创造101》选手王菊是谁,也没有看过这档网络艺节目,但被给王菊投票相关信息包围的人。 王菊因其他选手退赛得以地步进入《创造101》。 从成为旁听生到第二次公演的两周时间里,王菊完成了从被嘲讽对象到网络人气冠军的转变。 最近,有媒体采访了王菊公司的老板,公司老板称王菊活泼开朗,加班通宵也没喊过苦和泪,仅用半年就晋升为经纪人,学广场舞出身的王菊在公司时还曾自愿在公司叫模特跳舞。 对于是否炒作的问题,老板耿直蒂表示,我们也是想的,但是公司想炒作炒不了那么大,这至少的花个几亿没有这个能力。 确实,王菊的爆红其实更有赖于网友帮同样的小鲜肉和女团看腻了的时候,突然冒出王菊这样的风格,还真是觉得有点小清新了。 好,好,好。